就在昨天传出了一代天后李文离世的消息 他的家人在脸书透露 Coco在数年前不幸患上了抑郁症 近日病情急转直下 7月2日在家中轻生 经过抢救 最终仍在7月5日与世长辞 李文为什么得了抑郁症呢 或许和他这些年来病痛缠身又面临婚变有关 在今年2月李文在脸书首度谈到 自己其实左腿天生有缺陷 而这个秘密在他人生中的48年来都没有对外公开 2岁时李文被妈妈发现走路不对劲 因此进了医院动手术 但是手术却不太成功 最后医生用了一根铁棒子穿过他的左脚跟 腿上还打了石膏 每个晚上他都哭着入睡 李文形容当时病房还有200多个小孩 他们的惨叫和哭声都让我很难忘 而李文只是默默的隐藏自己的痛 从不跟任何人诉说 左腿的病痛让李文感到痛苦和阴影 因为这么多年来 他其实需要靠右腿去支撑全身 知道李文的左腿缺陷 许多人非常惊讶 因为有性感舞后称号的李文 舞跳得非常好 水平很高 在舞台上魅力十足 还有招牌电吞 曾经和小S在节目上PK过 小时候医生说李文是不可能跳舞的 他仍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但在光鲜亮丽的背后李文坦言 每一次排舞或演唱会结束后 我的腿都痛得要命 只是我从来不让人看见我痛苦的一面 这么多年我只想把我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去年10月时李文因为练舞触及旧患 导致髋关节移位神经线被压住了 腿部的问题恶化 甚至让他无法正常生活 今年初李文因为手术暴瘦到42公斤 他仍在脸书告诉大家 手术顺利完成虽然很痛 要重新学走路 但是我可以的 在完成自己的歌曲《战歌》时 表示生活要面对很多困难和伤痛 勇敢去挑战 去追求你就是战士 也在影片中不断对着镜头激励自己 说自己是一位女战士 只是在她的字句中 仍然可以发现她的不安 让人感到心疼 我从来不怕任何困难 可是这一次我脆弱了 一直想逃避 我是真的害怕 害怕自己无法像以前般跳舞 或许是想到自己再也不能跳舞的灰心 或许是长期的病痛加上抑郁症 最后这一年又不幸罹患了乳癌 让她走上了不归路 然而李文的歌声和容貌 却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今天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李文的故事 李文本名李美玲 1975年出生于香港 9岁时移民美国 拥有中国和美国的双重国籍 李文从小就是一个好强的人 刚到美国时完全不会说英语 但靠着努力 第一学期变成了班上的模范生 高中时她是排球校队队长 大学时更是学校的学生会会长 李文从学生时代 就是备受瞩目的风云人物 甚至代表学校参加美国妙龄小姐选美 获得冠军 不只有外形 李文还很能唱 连参加美国加州地区的歌唱大赛 都拿下冠军 1993年时她回到香港 参加了香港TVB的新秀歌唱大赛 只有18岁的她却拥有超龄成熟的表现 一举获得亚军 开启了她的演艺生涯 当时发了一张爱就要趁现在 主打歌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相信不少人都听过 不过出生香港的李文 其实是在台湾走红 1996年她的专辑 Coco李文拿下金曲龙虎榜年终销售亚军 王日琴也同时是台湾热门八点岛 第一世家的片头曲 让大家迅速认识了李文 接着的Coco's Party 销量也达到53万张的不俗成绩 她的第一张销售破百万的专辑 是1997年的《每一次想你》 她与两个姐姐合唱的《我的翅膀》穿唱很广 这张专辑在亚洲大卖118万张 让李文攀上演艺高峰的 是1998年的《滴答滴》暗示 有别于过去青春活力的风格 大胆尝试了红发造型 配上独特的舞步 这张专辑在亚洲突破180万张 而专辑中的《过完冬季》 美丽笨女人也都红遍大街小巷 童年的好心情又以清新的风格出现 呈现和过去截然不同的韵味 又再一次卖破百万张 那一年的金曲龙虎榜非常有趣 因为总冠军和亚军都是李文的专辑 1998年 他受邀为世界杯足球赛 唱了一首《颜色》 有为迪士尼动画《花木兰》演唱中文版主题曲 李文能够诠释杰作蓝调、拉丁、爵士等多种风格 声音的识别度也很高 能唱快歌也能唱慢歌 同时擅长跳舞舞台爆发力十足 这样类型的女歌手在亚洲是很罕见的 刚好李文本身拥有跨文化的背景 唱片公司决定将她推向国际 1999年 李文在美国推出英文专辑 《Just No Other Way》 虽然一开始没有获得预期的回响 但在全球仍卖出了200万张的成绩 一首《Before I Fall In Love》 还成为知名电影《落跑新娘》的主题曲 在亚洲李文也持续推出中文专辑《今天到永远》 《真情人 You and Me》 值得一提的是Promise 这张专辑有两首歌曲非常有名 《芳文山作词》 周杰伦作曲的《刀马蛋》成为了李文最经典的歌曲之一 另一首则是《卧虎藏狼》的主题曲《月光爱人》 英文扮为《A Love Before Time》 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李文穿上一袭红色旗袍在奥斯卡颁奖店里演唱 是第一位在奥斯卡表演的亚洲歌手 李文的实力也受到很多欧美巨星的认可 Michael Jackson曾邀请他在亚洲演唱会上担任嘉宾 演唱世界杯足球赛主题曲《生命之杯》 而在全球爆红的瑞奇·马丁 也曾邀请李文担任演唱会嘉宾 李文能够有如此深厚的歌唱实力 靠的是不断努力 为何他能够唱跳全场却不疾不喘 因为他靠着边跑跑步机边唱歌苦练 练到把整首歌唱完都不会喘 也靠着自律每天都做600下卷肤运动 维持年过四旬仍然完美的翘臀细腰身形 他曾透露自己的腰围29年都没有改变 李文的成功绝非偶然 他不曾因为左腿的问题而放弃自己 也没有因为这个缺陷划低自限 李文说我只知道没有人可以决定我的命运 一切靠自己的努力 谁说你不行你越要证明给他看你是可以的 这几年李文依旧持续活跃在荧光幕前 2016年他参加了《我是歌手》第四季 一口气拿下冠军获得歌王的封号 一般来说这种竞赛类节目多少都是有些争议的 但是网友却一面倒地认为李文实之名归 有人评价他不论是在唱枪、台风、明星光环等一流明星需要的 他都具备 最重要的是他比任何人都敬业努力 每一次上台演出都是诚意满满带来不同惊喜 而后台的访问又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 李文也曾经在节目上大胆展露过他的正直和直率 他在《2022中国好声音》的节目担任导师 许多人都知道这一类的节目多少都有编好剧本的成分在 但是李文每次点评都很客观 仍然针对歌手的优缺点细心知道 是个真正稀采想透过节目挖掘好歌手的人 后来网络上流出一段影片 是李文生气的指责节目不公正 大家都在看 老爷爷有一个游戏规则 为什么 为什么七十三分的有第二集机会 八十八点三的没有第二集机会 老爷爷可以解释一下吗 可以解释一下吗 这个公道吗 你不说 所有人都会说 网友大赞他 好声音有黑幕早就人尽皆知 只是感受的艺人真的少之又少 欣赏李文的敢说敢做 而他在节目中因为脚伤复发 本来和合作的学员王子鹏商量好要挽着手唱歌 不要让观众看出他身体不适 然而正式上台时 节目组安排的距离却隔很远 当天观众爆料 他唱到一半就站不住摔倒了 李文仍敬严的坐在台上唱完 但播出后却用他彩排的画面顶替 让李文更为愤怒 节目录完后就将微博上所有节目的消息都散光了 这个行为迅速上了微博热搜 可以看得出他对专业是很有要求的 绝不愿意随便唬弄观众 李文个性坦率真诚 拥有很好的人员 他和贝克汉夫妇有交情 曾经出席贝克汉的生日派对 贝克汉还帮他欠骆驼 很多欧美巨星都和他交情匪浅 李文独特的魅力 让不少男人败倒在他的石榴裙下 加拿大籍的利丰集团CEO勒玉明 积极追求李文与他交往8年后步入礼堂 当年李文的婚礼 在香港最高的大楼天际100举行 甚至请来了黑眼痘痘和火星人布鲁诺等巨星表演 耗资高达6亿台币 被媒体封为嫁得最豪华的女星 李文没有孩子 婚后和老公与两位妓女在一起 然而钱并不能代表爱 近年李文的老公 琳琳被媒体爆出劈腿偷吃 两人走到分居 李文也在情人节发行歌曲时写下 爱情走到这里 一个词悲惨 以及离开是最好的安排等丧气话 有报导指出 李文的抑郁症来自于婚变 因此外界也相当关心 她高档40亿台币的财产 会不会还落到老公手里 索性相关人士透露 李文生前已立好遗嘱 所有财产都会留给最爱的妈妈 在李文亲生的那一天 她刚好留下了一段 感谢歌迷对她支持的录音档 亲爱的我是Coco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 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 我会加油 那这段这段时间呢 希望你们自己身体健康快乐 我非常想念大家 我在努力努力 想念你们 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 爱你爱你 谢谢你们的贡献 美丽 非常感兴趣 爱你们的 温暖的声音诚挚的感谢 而歌迷至今人不敢相信她已经离开 但我们相信 李文美好的歌声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所以我们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